真香啊 我就舔一舔 不会长肉肉吧 宝贝 疼咱就哭吧 咋还模仿起月云捧来了 我刚刚不是在盒子里吗 怎么一瞬间就出来了 小朋友 你以一个完美的假动作骗过了所有人 人回来了 该死的仆人居然没有在门口迎接我 等我开门进去你就死定了 门头 门头 狗子 你在哪儿呢 冰箱门怎么裂开了 原来是宝宝在偷吃东西啊 我说宝宝 你可真是个小馋猫 为了防止宝宝偷开冰箱 妈妈特意做了个冰箱扣 没想到被宝宝轻易破解了 我们果然无法理解一个吃货面对美食会有怎样的行动力 王财躲到哪里去了 狗子你知道吗 我给你做个面部马杀鸡 怎么样 是不是很舒服呀 每天按摩十分钟打造完美小V脸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我怎么感觉你跟揉面没什么差别 不会再骗我吧 抓娃娃 果然是货真价实的抓娃娃 我们来抓娃娃 首先甩动夹子增强它的抓力 然后找准角度按下按钮 你看一个可爱的娃娃就到手了 但是怎么才能抓到那个真娃娃呢 主人你出来 你怎么设计的楼梯 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看我能上得去吗 是我腿是短 但你没必要用这样的方法让我看清现实啊 而且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的位子很干 上又上不去 下也下不来 作为唯一的依靠 你有不来帮我 还说我是你最爱的宝宝 算了 靠人不如靠自己 我跳 我跳 哎 心好累 好吧 哭闹怎么办 下面这个爸爸有妙招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催眠大法 这个技能我服 我去就跟他做人家 不过今天 之前有什么 所以我以为你 好好地去订阅 为你偷地 在你身边 地区 会公的 在我眼前 一口 不是 打手 都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